北京时间2022年1月18号 胡仁以主队身份迎战爵士 胡仁近期表现较为糟糕 球队先后不敌辉雄国王和绝晶遭遇三连败 上一场比赛 面对本赛季缺冰少将的绝晶队 胡仁并没有抓住赢球机会 反而被绝晶的角色球员们一顿秀 老将杰夫格林得到26分 新秀后卫海兰德砍下27分时篮板 目前这只胡仁已经没有夺冠 17的防守强度防守体系较差 而且进攻端预计也很难有效针对戈贝尔 随着农眉哥受伤 紫金军团成绩进一步下滑 被既以厚望的詹姆斯和威斯布鲁克 都没有承担起带领球队前进的重任 詹姆斯虽然个人数据不错 可是看着球队其他人不给力 也有点出攻不出力 在防守端疲于应付 对前不久才度过37岁生日的詹姆斯来说 想要保持积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上一次他的球队遭遇37分 或更惨痛的失利还要追溯到2019年2月5号 那一天胡仁在客场输给了步行者多达44分 事后回看那场惨败 基本就是詹姆斯加盟胡仁后第一个赛季的转折点 标志着球队彻底脱离了正轨 那场比赛结束后 胡仁开始跟提胡正式开始了接触了谈判 提出要用队内的年轻球员交易安东尼·戴维斯的想法 如今距离本赛季的交易截止日 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谁都无法预知对绝经的这场惨败 是否会像当年那样成为胡仁本赛季的转折点 但是从詹姆斯赛后的沉默 以及沉默一天后的承诺 可以看出皇帝并没有放弃这个赛季 而胡仁的改变或许也正在路上 至少佩林卡希望能够引进强远辅助詹姆斯 据美国NBA著名记者Michael Scoto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洛杉矶湖人对埃里克·戈登非常感兴趣 除了霍顿塔克·纳恩外 紫金军团大概率会送出两个次轮签 由于戈登本赛季的健康状态很好 且火箭重建也需要一些老将带领 所以火箭方面并不会以低价抛售戈登 据此前报道 戈登已经受到多只季后赛球队的关注 洛杉矶湖人就是其中一只 戈登能够投射 能够持球进攻 也能提供高质量的防守 季后赛的经验还丰富 能提升紫金军团的综合实力